大型重型机车团体上周六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昨天,交通部邀请各方开会之后决议 重机上国道是属于公共政策,需要经过一年长期的观察 并且列出三项评估指标 如果违规肇事率都低于小客车 一年之后就会考虑提出重机上国道的试办计划 上千辆重机违规骑上国道还聚集凯道前抗议 明明五年前已修法通过550cc以上的重型机车 可依交通部公告上国道路段,却迟迟没下文 重机骑士不满,痛批交通部堵持,要求开放重机国道路权 不过交通部澄清会卡这么久,除了地方政府反对以外 就是因为民调支持度太低 不支持 太危险了嘛,骑车的人被撞一下 对不对 我觉得政府把那个配套做好 那当然各种交通工具都有它的危险性 对于重机上国道,民众是反应不一 交通部上午邀请相关团体及专家学者一起开会讨论评估 重机上国道的可行性 开会时间历经四个小时,最后终于取得共识 交通部表示,重机要上国道 北先通过三大评估指标 包括安全指标 就是交通事故的建设 必须低于小客车的违规建设 以及秩序及行为指标 都是观察重点,时间为期一年 如果符合标准才会提出事办计划 交通部表示,目前重机只开放快速道路 至于国道只开放国三甲 未来这些路段都将列为重点的观察路段 每一季都会上网公布 交通部强调,未来即使开放重机上国道 也不会全面开放 才渐进式的分段分时开放 记者黄磊卫张国良台北报道